首先把苹果手机连接到电脑上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iTunes软件 点击左上角的小手机图标 选择本电脑 并确认没有勾选加密本币备份 再点击立即备份按钮 备份通常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当窗口顶部的进度条消失后,才说明备份已经完成 备份结束后,将苹果手机从电脑上移除,并关闭iTunes软件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月免费iTunes备份管理器 双击打开窗口上,看到的这一行备份数据 点击左边的微信聊天记录 再将右边的Document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 导出结束后,接着关闭楼月免费iTunes备份管理器 最后,安装并运行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 微信版本设置为苹果版微信 数据目录设置为前面导出的Document文件夹 点击补取数据按钮 选择一个想查看的微信号,再点击查看记录按钮 此时就可以在界面上查看手机上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了 接着点击文件 导出聊天记录 选中要导出微信语音消息的好友或群聊 再点击开始导出按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YS文件夹中可以看到刚从微信群中导出的所有语音消息 并且语音消息按聊天的先后顺序 用数字命名进行了排序 如果需要将这些语音消息合并为一个M、P3文件的话 只需要安装并运行格式工厂软件 然后使用音频合并功能 将Wars文件夹中的音频文件合并即可 如果手机是安华手机的话 可以在手机上先使用备份软件 将微信数据备份到内部存储 OPPO手机的话 直接在电脑上对备份数据进行解压即可 华为手机则需要使用楼月安卓手机备份文件提取器 最后再对微信群语音消息进行导出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